当我们提到五维频率 你可能会想 五维 我还在努力理解我们这三维世界呢 但别担心 今天我会带你慢慢的进入 这神奇且迷人的五维世界 首先 你需要知道的是 我们这三维空间的现实是有限的 它存在着明显的二元性 也就是对合错 好和坏 光和暗 但五维的频率呢 它超越了这些二元的框架 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个世界 你不再受到这种而言的限制 那会是怎样的体验 你可能曾经在梦中飞翔过 那种无重力的感觉 彭扶你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 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这就是五维的预览 这里的规则和我们熟知的世界大不相同 一切都是流动的 互相连接的 并且拥有多重的可能性 现在 我要你想象一下 有一种音乐 当你听到它时 你可以感受到无尽的和谐和连接 这就是五维的频率 它不只是一种声音 而是一种能量 一种让你与宇宙和谐的能量 它不再是这是好的或那是坏的 而是这都是有意义的 当我们探索五维频率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 再次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你开始认识到 这个世界不只是你所看到的那样 还有更多的层次 更多的奥秘等着你去发现 而最神奇的是 这一切都是存在于你内在的 只要你愿意去探索 去感受 但问题来了 我们怎么可以达到这种五维的频率呢 其实这并不困难 关键是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和觉知 我们要学会放下那些二元的思维模式 开始拥抱一切的可能性 我知道 这听起来有点宏大 但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的本性 回到那个纯粹 开放的自己 而当我们真正进入五维的频率时 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如此的不同 不再有那么多的界限和分隔 一切都是互相连接的 你会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自由 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 而这一切 其实都是源于你内在的力量 现在 我要你再一次想象 当你真正进入这五维的频率 你将会怎么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那种感觉 就像你重新认识了自己 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 那么 我要你记住一件事情 五维频率不是遥不可及的 它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只要你愿意去寻找 去体验 因此不要害怕 也不要犹豫 只要跟随你的心 你就可以找到那片五维的领域 并在其中自由飞翔 五维频率不是一个目的地 而是一个过程 一个探索的旅程 只要你愿意 这趟旅程将会是你一生中最美好 最难忘的体验 你们知道吗 当我们提及五维频率 这不仅仅是一种高级 高科技的术语 它其实就像一个指南针 引导我们通向一个更加和谐 更自然的生活方式 有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当我们努力的去追求某样东西 结果却反而越来越远 但当我们放松心情 不再焦急 事情就会出其不意的落入了尾 这就是五维频率的神奇之处 在三维的世界 我们习惯于控制 无论是控制自己的情感 还是控制外界的情境 但在五维的频率下 控制的概念变得微不足道 因为在这里 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就像宇宙早已有了一切的计划 想象一下你是一颗种子 被种在土里 在三维的思维中 你可能会担心 我需要多少水 多少光 我会不会被踩扁 但在五维的频率中 这颗种子知道 只要放下担忧和控制的欲望 大自然和宇宙会给它一切所需 让它成长的旺盛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当我们不作为的时候 反而能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结果 这不是说我们要放尽努力 而是要放下控制的欲望 信任宇宙的计划 当我们这么做时 我们会发现 事情不仅会变得更加顺利 而且我们的内心 也会变得更加平静 而这 正是五维频率的魅力所在 在这里 没有勉强 没有抗拒 只有完全的接受和信任 就像你看住一片云 它不会因为你想要它变形而变 但当你放下期待 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云却会给你带来 无尽的惊喜和启示 所以 当我们真正体验到 五维频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控制 而在于放下 当我们放下我们的恐惧 期待和判断 我们就会变得更加自由 更加有力量 那要如何进入这种 五维的状态呢 其实答案就在你身边 每次当你感到焦虑 迷惘或不安的时候 尝试放下你的思考 专注于当下的感觉 这不是一个技巧或方法 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与宇宙和谐共舞的方式 这样 当我们真正进入 五维频率的时候 我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 而是宇宙的一部分 我们不再需要控制或抗拒 因为我们知道 宇宙会为我们安排一切 让我们达到圆满的状态 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五维频率不仅改变了 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还改变了我们 与世界的连接方式 有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难 可能会怀疑自己 觉得自己不够好 不够坚强 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五维频率中 每一个人都是完整的 都是有价值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当我们进入这个频率 我们就能感受到 那份内在的力量和确信 知道自己可以超越一切 当然我们也会遇到 外界的阻力 会有人试图击倒我们 或是质疑我们 但这时 五维频率会提醒我们 这只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更加坚强 更加了解自己 因为在五维频率中 没有对或错 只有成长 而当我们开始 全然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使命 我们也会开始相信这个宇宙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 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都有其存在的意义 就像我们身体的 每一个细胞 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 共同构成完整的我们 而当我们与宇宙 产生这种深厚的连接 我们就会感受到 那份丰盛 那份足够的爱和能力 这不是一种外在的 物质的丰盛 而是一种内在的 精神的丰盛 就像太阳不断的 发出光和热 不求回报 我们也会发现 我们内在的光和热 永远都在那里 等着被我们发掘 这时我们不再害怕 不再退缩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宇宙都会支持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也会发现 真正的力量 不是来自于外界 而是来自于内心 那是一种无法言喻 但却无比强大的力量 那么如何进入 这个五维频率呢 其实很简单 每次当你感到迷茫 困惑 沮丧的时候 停下来 深呼吸 然后问自己 我真的相信自己吗 我真的知道 我内在的价值和力量吗 当你这么问自己的时候 答案自然而然 就会出现在你的心中 然后你可以开始感受 那份内在的爱和能力 让它充满你的整个身体 让你充满活力和自信 这不是一个技巧 而是一种态度 一种生活的方式 只要你愿意 你随时都可以进入这个五维频率 与宇宙产生深厚的连接 感受到那份丰盛 足够的爱和能力 所以不要再怀疑自己 不要再限制自己 你值得得到最好的 你有能力获得你想要的一切 只要你全然相信自己 相信宇宙 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 等着你去探索和享受 当我们谈论维度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科幻电影中那种高深莫测的概念 但事实上 转换维度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态度 特别是当我们想要对自己的生命完全负责时 首先 让我们理清一点 维度在此不仅仅指的是物理空间 而是关于我们的意识 感知和存在的质量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生活是一部电影 那么你的意识就是那位导演 决定住电影的方向 情节和结果 你选择的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行动都是场景的转换 可能将你带入一个全新的维度 那么 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转换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对生命完全负责 这不意味着你要承担所有事情的责任 而是要真正地理解 你的选择与行动 是塑造你生活的主要力量 当你认识到这一点 你就会开始从不同的维度看待生活 想象你正在玩一个角色扮演游戏 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游戏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相 你的每一个小决定 都可能将你带到一个全新的冒险 挑战或机会 但是 如果你只是随波逐流 不去主动做出选择 那么你就可能错过那些真正有趣 和充满激情的章节 有一次 我遇到一位中年的先生 他告诉我 他从未真正地为自己的生活做出过决定 他只是按照社会的期望 家庭的期待过着日子 而当他意识到这一点 他决定从此为自己的生命完全负责 他开始学习新的技能 探索新的兴趣 甚至决定去一个从未去过的国家旅行 他告诉我 这是他生命中最充实 最有意义的时期 你可能会问 那我应该如何开始呢 其实很简单 从每一天开始 问问自己 我今天想要达到什么 我今天想要体验什么 然后主动去追求它 不论是一个小小的目标 一次短暂的冒险 还是一次深入灵魂的探索 要知道 生活不是关于所遭遇的事情 而是关于你如何回应它 当你选择主动 选择对生命完全负责 你就会发现 生活其实是一部充满魔法的电影 而你 正是那位可以决定结局的导演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不再被生活推住走 而是选择自己的道路 选择自己的冒险 记住 只有当你真正对自己的生命完全负责 你才能体验到生活中的 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和魔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变化的世界中 每天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难题 有时 这些问题会让我们感到失望 换或甚至无助 但是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神奇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事情 并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那就是用感恩的心态看待任何一切 感恩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 它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和哲学 当我们从感恩的角度看待事情 我们会开始意识到 即使是最小的事物 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放下过去的怨恨和不满 并对未来抱持一种乐观的期待 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天醒来都充满了对生活的感谢和热情 那么你会如何看待那些过去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或沮丧的事情呢 你可能会发现那些事情其实都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它们教会了你如何成长 如何面对困难 甚至如何找到生活中的快乐和价值 现在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小实验 请关闭你的眼睛 深呼吸一下 然后想象一下你生命中的某个特定时刻 可能是一次困难的经历 也可能是一次快乐的回忆 现在从感恩的角度看待它 想想看哪个时刻给了你什么 它教会了你什么 当我们从这种角度看待生活 我们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经历都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们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都是我们成长和进化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而当我们真正感谢这些经历 我们就会发现 生活其实是一个美妙的冒险 每一天都是一次新的机会和挑战 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生活会给我们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和挑战 但是当我们用感恩的心态看待这些事情时 我们就会发现 这些都是生命的礼物 是宇宙对我们的爱和祝福 所以不要害怕困难 不要逃避挑战 因为它们都是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机会 最后 我想告诉大家 生活是一个旅程 而不是一个目的地 所以不要主急 不要焦虑 只需要用感恩的心骚看待每个瞬间 并真心的感谢它带给你的一切 当我们真正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会发现 生活其实是一个美丽的冒险 而我们就是那个冒险中的主角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 感谢您的观优 感谢您的观优 会发生